对,那现在的时间是7点55分 那我跟Joy呢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8点的时候 准时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内容 那这5分钟时间呢 我可能说要简短的跟大家就是沟通一下 或者打一下招呼 好,大家好 我是Joy 相信平时看我们直播或者网课的朋友呢 应该也是对我和Alan比较熟悉了 我们也搭档做过好几次直播 听客户的发展会都不错 一次 那这是第二次 但是一点都不会显得陌生 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突然就放歌了 那实际上就是从本周开始吧 对吧,尤其是周一的晚上 周一的晚上呢 因为这个辉瑞药店的消息 对吧 然后全球股市呢迎来了一次狂欢 那澳洲股指呢 对吧,我们的大盘是从一个5200点左右的位置 然后一下跳到了5400多 对吧 甚至股指期货 586610月30号 然后呢,现在是跳到6500多点 对,6500多点 股指期货呢是摸了一把6500之后 嗯,是的,是的 是的,我还记得就是那天辉瑞刚刚出疫苗的那一天嘛 我跟我的朋友呢,就守在这个手电脑屏幕前啊 就看那个澳洲 这个表现啊 当然当日的话,我记得道指也是有涨了5%的 所以说呢,就是传统板块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上涨 但是反观这个纳斯达克的表现呢就不太好 对吧,那纳斯达克呢是有了一个差不多2%的这么一个下跌 那包括今天的话呢也是有这个微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 对,实际上整个过程就是在我个人看来啊 就是实现了一个 从二月份开始了 对吧,二月份开始了 然后全球股市因为这个疫情啊 然后触发了一波大幅度的回调之后 那但是呢,纳斯达克是之前了 之前对吧,从三月底开始 是引领全球市场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扬 对吧,那直到现在为止呢 又因为这个疫苗进程的消息 那科技股呢是由于 对吧,前期的一个过度的上涨 现在呢是出现了一点挤泡沫的一个过程 但我感觉哦,这个挤泡沫呢 可能不像是,不再像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三月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那目前来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就是在一个横盘整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并没有突破前期的一个 一万零六百的这个低点 所以说暂时来看呢 我们并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下跌 那可以看作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回撤 那这个回撤的话呢 对于科技股过高的估值 我们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之前呢大家有看到比较好的科技股 但是因为有点恐高而没有上车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可以着重关注一下 美国的那几只巨型的大型的那个科技公司 比方说像苹果 对 苹果绝对是可以持有的 像是巴菲特嘛 其实在今年是争持了这个苹果的股票的啊 之前呢它四个像是可口可乐啊 苹果啊 美国银行还有美国运通这十家公司呢 其实也就占比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这么一个占比 但是今年呢是大幅上调了 差不多呢是占到百分之七十多啊 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所以说呢 巴菲特对于这个苹果公司啊 还有一些别的这三家公司都是非常的看好的 是苹果没有问题 对 就看什么价格多了 对吧 是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谨慎一点吧 然后科技股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可以先等一等 嗯 然后相反在前期因为这个疫情受到比较 严重浮度抛售的旅游板块 是吧 包括这个能源板块 我认为啊 是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是有可能 那是博一个反弹的 那尤其是如果大家要做一个短期操作的话呢 我个人呢 在澳谷当中的这个石油板块 对吧 大家如果要做一个博弹 我个人是推荐石油板块 大家是可以做一个博弹的操作 嗯 那阿兰就是非常看好的这个能源板块 还有就是石油板块 那石油公司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了 对吧 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回看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的网课啊 还有直播 嗯 那今天其实是个很特殊的日子 对吧艾伦 就是我们今天是双十一 之前呢是个风困节啊 但是被马云爸爸的直接改成了一个 风行的这个购物节啊 不知道艾伦在双十一有没有买入一些东西 支持一下阿里巴巴呢 没有买入 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老的这个这个这个象征之一吧 想想自己真的没什么想买的 然后再想想父母对吧 然后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有缺 感觉就自己被时代的车轮是抛在了时代的车轮下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实用派对吧 就是多的呢也不买啊 就是够了就行 也不去为了这个折扣而去消费啊 但像我的话呢我就非常的不理智啊 虽然说呢家里面的衣服也是多的放不下了 但是看到这个新款啊还是忍不住要去剁手 所以呢我也是赞助了阿里一把啊 所以说最近也是买了阿里的股票啊 但是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高 是200的266块 对现在是260 我是275买的 对实际上关 关于阿里的股票 当然我个人认为就是资本市场上面的反应 对吧 他是走在前面的 嗯也就是说我就假设如果是 11月11号作为一个标杆的话 如果他股价要把今年的这个购物 对公司的这个贡献 然后反映出来的话 股票这个应该可能会提前三个月 甚至是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反映在股价上了 那最近阿里股票的一个往下走吧 我个人认为是很大程度上是与蚂蚁上市 这个计划暂时延后是有关系的 对我完全同意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消息呢 阿里巴巴的这个股票呢 也从300多一下子呢就跌到275 甚至是266这个位置 可能今天晚上美股开盘呢 价格还有可能进一步下措 那个双11的话呢 其实一般啊 是要等到双11结束了之后呢 出了这个购物量的这个数据啊 才能够反映在它的这个股价上面的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借机去炒作 这个双11的这么一个概念的话呢 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 那今天呢 我的确是啊 入藏早了 不过好在呢 只是打了一个小底仓 一个观察仓 所以说呢 资金也不是压的很多 如果阿里巴巴进一步下措的话呢 我有可能呢 去考虑进行补藏 虽然呢 我知道这个蚂蚁金服的确是一个 对这个 对这个阿里巴巴来说呢 是一个负面的新闻 但是呢 它毕竟是独立于这个阿里巴巴 当然也有些政治的因素 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我觉得一家好的公司的话呢 它是可以穿越过一些障碍的 就像是之前的一些大公司 他们也有过风风浪浪吧 但最后呢 也都过来了 我是这么一个考虑 是双风云云 双风云云 就这个 好 那这我们开始了 嗯 现在已经是8点03分 然后我们直播间人进得很快啊 然后三个 今天是三个渠道同时直播 然后两位老师可以正式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因为今天会有很多新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这来做开场吧 好 那对于我们 刚刚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我是GoMarkets的Joy 那之前的话呢 也有给大家做过很多期的这个直播和网课 那我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的 Alan 那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在这个市场中呢 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这个风吹雨打 风风浪浪 一米不朽 风风浪浪 十几年 对对对对 对市场有非常足够的见解吧 嗯 是 那非常高兴啊 非常高兴今天呢 就是有幸跟大家呀 是再次相遇在我们GoMarkets的直播间呢 那今天这个11月11号 对吧 浮天同庆的日子呢 今天晚上的直播是Joy跟我呢 来为大家奉上今天直播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 是整体来说啊 是会有 两个板块 那第一个板块呢 就是前45分钟Joy跟我啊 就是来跟大家奉献讲的内容 那最后15分钟呢 是由大家来提问 我跟Joy呢 来作答这样一个过程 那前45分钟讲的过程当中呢 我跟Joy会按照先讲澳股 再讲A股 然后接下来呢 是以这个美股 作为我们讲的部分的这个总结 好吧 那这样我们今天开始 好的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今天我们直播所有的内容呢 都涉及到您自己的个人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并且呢 这些内容都是仅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我们GoMarkets公司 对 大家一般性建议 在做出具体的买路 或者是卖出的动作之前呢 需要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对吧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细微的一个思考问题决定 嗯 那我们往下走 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PPT呢 就是我做出来的 因为最近呢 对吧 因为是昨天的一个报道 就是可口可乐跟我的猛牛啊 然后是在港股当中 对吧 实现了一个联合一个强强联手 那包括呢 这个可口可乐跟猛牛 然后会牵手 不管是在这个港股的资本市场 还是在大陆的这个消费市场 继续推出更多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 对吧 现在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消费能力吧 是非常强的 好 好 自己开始播放了 那可能需要我们后台的同事 稍微调一下 好的 那现在就先讲 好 那所以呢 就是今天他的这个PPT呢 就是说可口了 对吧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之所以放这张PPT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在最近的两周当中啊 已经有连续三位朋友 那提醒我 提醒我就讲说 有时候啊 我在讲话也好 或者发表观点也好 对吧 好像是有点过于谦虚了 那对于了解我们的那些朋友呢 可能呢 就是说 知道对吧 可能是我稍微谦虚一点呀 或者态度诚恳一点呀 但是呢 对于很多刚刚接触我们的朋友 你觉得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就是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来越谦虚的 这样子一个体现啊 对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 对于刚刚接触我们的朋友 就是有时候你表现的 太谦虚了这款的搞像 人家会解读为 你没有底气 对吧 或者你的这个理由啊 对吧 不够犀利或者不够充分 表现出来的这张态度 对吧 所以啊 所以今天晚上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对吧 就是跟自己 跟自己的个性 可以吧 对吧 刚一下自己 刚一下自己 对吧 所以呢就是给自己打气 想说可牛了 嗯 那我们往下走 那往下走 看出的这个PPG呢 就是还是我做出来的 那刚刚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呢 我也有讲说 对吧 那随着这个疫情 对吧 更近一层 随着这个疫苗的这个进程啊 就是再进一步 对啊 我们看到了这几天吧 包括从上周开始 这段时间我们不管是在美股也好 还是在澳股也好 包括在A股当中都是资金是实现了一个去抄底 之前因为疫情遭遇比较严重抛售的这些题材版判 对吧 相反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表现非常强势的 比方说科技版判 对吧 价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 那我相信呢 我相信在接下来几周时间吧 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呢 这个主线依旧会在市场当中有所表现 那从这张图当中呢 大家是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是统计出来的 是在这个新兴市场当中 对吧 那这个因为这个疫苗的再进一层 大家是看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资金去抄底这个价值股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也是抖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 所以呢 这一张PPT的一个标题叫价值回归 那关于这个周外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在想 Alan在做这张PPT的时候 为什么把这个价值回归打了一个引号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价值回归 并不是真的一个确定的价值回归 对我认为有可能是暂时的 我认为是有可能暂时的 对 因为实际上在这个股市当中包括从08年09年之后 对吧 这十几年的时间吧 在股市当中这个资金大堆龙头的现象啊 是非常明显的 嗯 所以呢我并不认为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对吧 会出现整个局面的一个逆转或者逆袭 我所以认为啊 这个价值回归可能啊 从现在掌握到的一些数据 或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认为有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 那从我的观点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因为大家是受到疫情的这个这个疫苗啊 在利好新闻而去做出了这么一个超级的举动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个辉瑞的这个新闻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现在的这个研究啊 只进行到第二阶段 而且它这个成功率呢是90对吧 那它里面呢 还是大家如果去看它这个研究的过程啊 里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些的小巧的问题 当然不大 打了一点擦边球 对对打了一些擦边球 对是有一些些水分的吧 那目前呢 毕竟啊第三阶段还没有出来啊 然后呢 最终的这个FDA的结果呢 也没有表态 所以呢 现在暂时的这个乐观的情绪 会不会延续到第三阶段的结果出来之后呢 其实市场都是一个在赌博的一个情绪了 就是赌它会好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说真的是不如人意的话 那个市场呢 很有可能就直接被打回原样 对所以 这一波实际上涨呀 或者怎么样 是有一个杀熊的成分的 对吧 因为之前很多资金呢 包括很多这些 这些各路的资本吧 它们通过很多的方式做一个对冲 或者做一个布局 实际上是看空观点最强烈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也就给大家先泼一盆冷水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看好这个中长线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价值股的一个走势的 没错没错 股市新高冷暖是有机会的 对吧 那道琼斯这边 因为是疫苗出来的当天晚上周一晚上啊 是摸了一把三万 对 涨了百分之五点多 对但是我也讲说这个三万不是我五月份的时候想要的那三万呢 所以我还是在认为可能它要做一个调整 那之后呢对吧 然后如如续续的会会实现一个爬升 所以那个时候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大的行线 所以现阶段的结论就是如果要追高可能还是要紧张一点 是的 是吧 那我们去往下 嗯 对这张PPT呢是我做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是因为呢这个澳洲的股市的确是涨得很不错嘛 这个礼拜啊 累积也是上涨了超过有5%的 那我们这些在我们平台交易的这些客户呢 也是赚了一个盆满钵满啊 对 大家都纷纷平仓对吧 准备准备就是把赚出来的钱取出来一些 然后去双十一购物了 我知道很多客户是这样想的 那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呢称之为澳洲股市啊 就变成了一个提款机啊 是 对这相当于是一个意外的消息嘛 谁都没有预测的 预测出来会有这么一样大的一个反应 就相当于是市场给大家再送钱了 对 只要你在这个市场中有仓位 那基本上呢我可以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 是可以获利的 对对没错 那实际上关于澳洲指数的这个大盘呢 实际上另外一点是我实际上是在周一扫账的时候 我是把我三十张的空单全部砍掉 是八千多块吧 八千多块的一个福亏嘛 然后怎么说 果断的断臂求生啊 那从结果来看是比较幸运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坚持到周一晚上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账户啊 可能是扛不过周一晚上的这个大幅上冲的 那所以有时候要套用郭德纲 老师的一句话就是男人呢 有时候要对自己狠一点 该止损的时候要果断止损 另外一点呢就是也想借用安伦的这个例子 就是跟大家说一点点就是呢 大家如果在下单的时候呢 就是仓位也不要太重啊 一方面呢就是要止损 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仓位和风险 因为这个市场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知的 但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操作的方式 去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危机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呢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天鹅市 这个突发事件越来越多 特别是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黑天鹅雨后撑损一般啊 轰轰轰的往上涨 没错因为上周的时候我的账户这边呢 我本机已经取出了 我的利润还是2万多的 那经此一亿对吧 我拿回来的钱呢只有4钱了 所以这个市场是比较魔幻的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赚了钱之后呢 还是可以先消费一下 换一换 反过接着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去做交易 对那我们继续往下单 对那下一张PPT呢 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一直很推荐的这个webjet嘛 对吧 也是旅游板块中的一个啊 那webjet呢 它是一个线上旅社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我们的直播 而不太了解这家公司的话呢 我就给大家再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那之前webjet呢 它只是一个澳洲的一个线上的旅社 然后呢 它就开始拓展它的业务到新西兰啊等等的 都是number one的 就是排名第一的一个线上旅社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它随后呢 发现其实澳洲和新西兰啊 这两个国家它因为人口基数的有限啊 所以它决定呢 就是开发它另外的一块业务啊 所以说现在呢 除了就是我们普通的business to customer 叫b2c嘛 它还开展了这个business to business的这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 也就是b2b的业务啊 也就是说如果呢 是公司它要去出差啊 或者是公旅的话呢 就会找webjet去订 它所有的这么一个行程的这个 行程的这个安排啊 也就是除了机票啊 还有酒店啊 包括租车啊 webjet是一站为您搞定的 那其实webjet的之前的这个发展的话呢 也是基于它的这个b2b的业务的这个增长啊 虽然它发展的时间不长 只发展三年啊 但是目前已经做到了这个 世界排行第二的这个b2b的这个旅游的业务啊 所以当时呢 我就比较推荐这个公司 那在疫情的时候呢 它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股价是直接从接近16块钱到是跌到2块6啊 当时的话呢 就一直推荐大家可以考虑这家公司啊 因为这家公司它的这个现金流啊 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呢 就是在未来的两到三年时间呢 它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停飞啊 没有订单而破产啊 就基于这个原因呢 包括它之前的一个业绩的表现 连涨了两天 直接就冲到了5块以上啊 5块以上啊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价格是5块06啊 这个价格呢 算是近期的一个最高点了 对 第一次占上 三月之后第一次占上5块钱了 对 所以说我相信大家是有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回报 差不多有48% 如果说是从底部抄的话 对 跟着我一起抄到现在的话 那应该就是有个不错的回报的啊 对 那也有很多客户问webjet现在还能不能再进了 那Alan对这个什么看呢 今天晚上对吧 说要不谦虚了 说要自己游啊 结果立马打脸 那打脸没问题啊 就是咔咔自己打脸没问题的 那实际上关于旅游版块啊 我一直啊 我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一点 我呢是一直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所以呢 所以必须得承认 对吧 FLT也好 Quantus也好 还有这个webjet也好 我是错过了的 那这一波反弹呢 我是错过了的 那包括呢 我这边有一位朋友 她是抄底了这个webjet 那这位 在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位女性朋友 是一位男性朋友 那她呢 是也是抄底了webjet 那当时呢 我还有跟她去交流讨论 对吧 我认为可能 这个疫情呢 会是预想的 要比能想象的 可能要长期一点 所以呢 这个是我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但是呢 对吧 那旅游版块 这个走势 是有打我脸的 对吧 那在这边呢 我也要稍微讲 因为我还是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嗯 那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webjet 这一轮的涨幅呢 除了受到这个 这个就是疫情啊 她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一样 这个利好情绪的释放 那另外呢 还是有助于我们墨尔本啊 还有悉尼这一块疫情的控制上面 其实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呢 就可以发现现在墨尔本已经解封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新西兰 我们也可以去新南威尔市 那其实西尼来广这个墨尔本啊 这个航班啊 这个航班的数量啊 是非常之多的 我看了一下18年的数据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每天呢 就是单单啊 就是Quantus奥行啊 它一天就有50个航班啊 那除了这个Quantus之外呢 我们知道之前还有Virgins 还有Tiger 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小的一个公司 它也做这个墨尔本 跟西尼的这个航线啊 那我们少算的话呢 每天也有80个航班啊 当然那个呢是非常好的时候 那是18年两年前的时候 一天就有80个航班 那他们这个票是从哪订的呢 我可以说也有一部分是webjet的功劳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预想到 11月24号之后的话呢 墨尔本和西尼又重新通航了 那其实对webjet来说呢 依然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支撑 是 那我们就看看它之后的表现如何 但是今天的这个位置 我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如果大家在这个价位呢 进去就可能就不算是抄底了 那可能就抄了一个中位数 对吧 是 那joy的这个观点总结性 就是说是当大家去审视 一个股票的时候啊 这个股票的市场 一定要是够大的 够宽的 对吧 然后那因为webjet 刚刚joy呢有讲到 因为这个航班呢 陆陆续续续 会恢复 因为澳洲跟新西兰 那这个两块市场啊 他们在疫情方面做的也要出色 所以这块呢是对webjet 然后是有这个提振作用的 对我觉得对fly center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对于 墨尔粉和西尼 它为什么航班这么多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得到啊 就是墨尔粉去西尼 我们是没有高速的啊 对吧 然后要去呢 你要不是就是开 就是坐飞机 要不就是开车 那开车的话呢 可能要开上一整天 那是非常的累 对吧 一般的商务旅行 也不可能通过开车去完成嘛 是 所以这也是他这个航班 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基础建设太落后了 对 但是就不能顺着讲 一定要观点碰撞 那关于这个旅游板 我还是要强调 我仍然认为这个疫情啊 可能会比很多人的想象 要稍微长一点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紧致一点的 我是一个比较怕死的人啊 我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 所以呢 如果您要问我 会不会 会在圣诞节期间 或者是 会不会在疫情彻底消除之间 会脱家带口选择出行 我的答案是不会的 我已经Mornington的这个酒店 我都病好了 是可以的 可以的 那所以呢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各个方面的这个观点啊 对吧 一正一反的观点呢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提供一个思路 或者是想问题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所谓观点碰撞的一个 一个初衷的目标 那打脸的这个事情从来不怕做 而且我要讲 说对的时候 我相反觉得我不要说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对吧 结果发现不行 结果发现不行 其实我们在这个做直播也好 做网课也好 只要说话 多说 那肯定是做错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就是有余去说 也有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对吧 对 两边脸都打的种种的 只打一边 因为另外一边是对的 好的好的 没问题 对 那其实说完了我们这个ASX200这个指数 其实已经是创下了三月以来这个新高 但我今天也收到很多客户的这个咨询 说 Joy我之前错过好几次的这个行情 那我现在在这个价位 我还有什么可以买的呢 那我就直接把答案打在了屏幕上方 对吧 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零售公司 也就是大家常常去的这个超市 Cose 那Cose最近的表现呢 就有点差强人意啊 虽然说别的这些基础板块在涨啊 就是包括像是电器啊 能源啊 还有铝 有板块都在涨的一个情况下 它反而是下跌了啊 那很有可能呢 是因为跟它的这个黄绿型的板块有影响 因为Cose呢 作为一个就是本地的消费股啊 就是它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revenue都来源于它本地的销售 所以呢 被市场认为呢 是比较好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公司 那如果说现在市场中的这个风险啊 下降了的话呢 那也就会导致很多投资人啊 去抛售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我们也就可以看到Cose的股价呢 是从18块6也直接跳到17块8毛8啊 那Cose呢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 依然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公司 而且呢 也是有分红的啊 那而且它股价呢 也相比于Wars是更低了一些嘛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啊 手上现金不想太多钱都投在就是价值太高的公司上的话 可以考虑买一些Cose 对吧 那关于Cose这边的一个股价调整啊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是 那因为疫情封锁期间你餐馆都是关注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东西对吧 大家只可以去超市里面 或者只可以从网上去购买Cose的那些东西吧 那当香港因为疫情控制比较好的时候 那当餐馆陆陆续续开始解开的时候 餐馆开始营业的时候 那更多的一些人呢 我们很多朋友们会选择去餐馆 然后进行一个吃饭 对吧 或者进行一个消费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会对Cose的一个零售业务 是会产生一点点就是那么无异的影响 所以对吧这个是一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Dry 然后有简单的沟通过 或提到过Cose跟Wulis的一个区别跟对比 那我的观点是相反的 我的观点呢 我是认为如果在Cose跟Wulis二选一的话 我个人会更倾向于选择Wulis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 那因为West Farmers他们是把West Farmers 跟Cose这个品牌分离出来了 Cose单独拿出来做了一个上市 也就是说相比于Wulis Cose它的业务呢 分为集中一点 主要集中在这个超市嘛 主要集中在这个零售嘛 那但是呢我们相反就看回Wulis 那Wulis因为它这个集团呢 Wulis它包含的这些业务 就是它公司集团涉及到这业务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Wulis和Cose 两家公司的股票 这个过去的半年的股价 拉出来看一看的话 那明显是Cose的表现要更好 如果一定要辩论的话 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你要反强的话 你小船肯定是标准的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说疫情进一步控制出色 对吧 或者如果说没有这个疫情的影响的话 我相信Wulis这边 他凭借自身的一个优势 他回报率可能不及Cose 但是他在扛风险的那上面 一定要好过你Cose单独的这个品牌的 那其实Alan哥说的这个观点 也非常的正确 那既然说到这个集团公司的话呢 其实除了Wulis 我们也可以考虑像是Cose的母公司 对 West Farmers呢 它也是一家盈利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集团公司 那它旗下的比较著名的品牌呢 就有Bonis Kmart Target 包括Cose部分的股份 还有Flybys部分的股份 都是归于West Farmers的 是澳洲第一大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 那大家如果说考虑去 想要去做一个更加好的一个 零售板块分类的这个配置的话呢 其实West Farmers 可以给你提供更加多的这样子一个 一篮字的一个公司 对 West Farmers非常好的 另外两点呢 一个就是它有矿业 另外一个它有基建 那这两块呀 可以讲说是澳大利亚 接下来三年到五年时间 对吧 伊兰非常有机会的两个两块 那West Farmers呢 它又有这个盘子在这里 对对 因为它非常的大嘛 其实它旗下什么都有 还有什么能源公司啊 没错 就是那种西奥的能源公司啊 包括这个氢化物的这个化学公司啊 大家知不知道氢化物啊 氢化物是用来做这个 黄金的提成的一个化学物品 它连这种chemical的公司都有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集团公司啊 就等于说 大家如果说两眼一抹黑 想要买什么 也可以考虑这家公司 它也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股息派发的 差不多的是百分之四 那现在呢 在这个这波反弹里面啊 West Farmers也好 Cose也好 我相信Wall Wars也好 其实啊 是没有占到这个光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大家呢 再问我们啊 现在还有什么可以买的 其实这几家公司还没有开始涨 还没有开始涨 对吧 那奥股的话 我们再推荐一个 那我个人呢 还是推荐一下这个LYC LYC这家股票呢 然后我是 龙南是比较看好的 那直到现在为止 它的股价也是突破了三块钱 那我个人认为啊 在接下来的这个三年之内吧 LYC的目标啊 是有机会突破五块钱的 那 非常的看好 大家知道LYC 其实是做那个稀土矿的吧 对对对 对 然后稀土的话呢 其实因为中澳现在的 中美啊 现在的关系 所以说之前本来是由中国去供给美国的嘛 那现在没有办法的 美国呢 只能跟澳洲签订这个合同 那澳洲的这些股票呢 是在马来西亚的 对吧 对对对没错 所以LYC啊 原来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另外一点关于澳股当中的这个Telstra 对吧 Telstra老人股 一直被批评的老人股 对老是被我批评 老是被你批评 老是被你批评啊 我就是那个被批评的人 你是批评的人对吧 太不好意思 对那Telstra的话呢 那他呢 现在今天我看呢 是走到我这个3块钱左右 那因为刚刚开头的时候 我有讲说嘛 对吧 有时候 有时候要自己稍微包装一下 要稍微站出来 讲一下自己看对的东西 那Telstra这边呢 我是2块8有进来 那直到3块钱的按 那到现在为止 他的这个回合也还是可以的 是的 是的非常不错 对吧 那Telstra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3块钱一个价格 能不能是值得大家多多少少 对因为其实Telstra这家公司呢 它是非常非常老牌的 这么一个通讯公司 但是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它的这个股票的股价的走势 是一直是跌跌不休 可以算是一个超跌股了 所以说近来在这个疫情的反 这个利好下呢 也是反弹了8%嘛 我记得是 但是它上面的空间呢 依然还是有比较多的 对 依旧可期 关于黄金 对 关于黄金 今天也想跟大家简单的聊聊 因为今天双十一嘛 如果大家不知道买什么 对吧 也可以买买黄金啊 对吧 这黄金也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折 就是 这算是94折 94折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黄金啊 从这个1966啊 直接就跌到了1855 这个位置啊 也算是跌了不少 也算是比较罕见的 是跌了差不多6%这样一个 对 没错 实际上当天晚上 应该是周一的时候啊 最高价是冲到了1965 对吧 然后直到这个疫苗的消息出来之后 就是那黄金呢 是一路下探到了1850 那但是呢 就再一次守住了这个1850 对 对 然后呢 又实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又要再 再站出来捍卫一下这个观点 那黄金的基本面呢 跟黄金的这个这个上涨的原因 冷蓝是没有变的 嗯 那因为基本面没有变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 对吧 跟见解吧 冷蓝是没有变的 它的目标也是没有变的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黄金依旧三千可期 所以呢 黄金跟黄金果 冷蓝会是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那艾伦这样子说的话呢 我也就是 把很多客户心中的疑问 也就问得出来啊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疫情啊 它对这个黄金是有推动的作用吗 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疫苗一出啊 这黄金是直接是跌了6% 那是不是说明它之前的上涨 也是因为疫情而带来的危机 然后让大家去买的呢 啊回答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呢 就是刚刚实际上有讲到 嗯 之前包括跟Jacky讲 然后也有讲到 中间一度很多质疑的声音呢 那当时呢实际上也有所回答的 嗯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问你一下 嗯 如果说 假设啊就是疫苗出来了 疫情停止了 嗯 你认为这些央行呢会停止疫情吗 我觉得短暂短时期内 恐怕还是不会 所以嘛 疫情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变的 对 那你认为疫情之后中美关系会好吗 可能还是不会 这个一点啊 我们会 会在接下来节PPT跟大家详细的去讲 对 那所以所以就是对于黄金这个 不管是从地缘政治也好 还是说这个央行印钞无助也好 黄金的基本面是没有变的 那黄金之所以会暴涨暴跌 那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黄金的市场相比于外汇市场 相比于股票市场 黄金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 嗯 它的这个 对它的一个市场是非常小的 嗯 所以说黄金的价格是比较容易受到一定影响的 那实际上在两周之前呢 我们看到的一则消息就是 俄罗斯跟土地亚的 土耳其的央行是有在进行一个黄金的抛售 嗯 对吧 那俄罗斯就先不提 因为土耳其的这个问题更严重吧 那土耳其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现象 除了它的这个领导人 这个爱尔端 一直在寻衅滋事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耳其的货币 叫里拉 一直是对美人 对 叠叠不休的 对 那土耳其的央行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吧 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央行换取这个流入性 也就是说我为了要 对吧完成一定的支付 或者为了要保护我们这个汇率 它选择了卖出黄金换取美元 或者换取欧元进行一个结算 哦 原来如此 但是呢我觉得 像是土耳其他们那边 它对黄金的需求会很大吗 能够一下子就影响 它传了很多黄金 俄罗斯也传了很多黄金 所以这些央行大规模的抛售 才是导致这次黄金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吧 都是主要的原因 对吧 那关于澳股啊 关于澳股 那这边的时候 那实际上我们主要有提到 主要呢有推荐这个COS 主要拿出一个选择 对吧 那我这边的话呢 刚刚呢开头的时候 有提到原油板块的这个股票啊 可能呢 可能比较适合大家做一个短期的一个操作 对吧 或者能源板块 那因为前期超跌了 那另外一个股票呢 就是叫做VUK 这个股票 那这个股票呢 它是金融跟科技板块的 也就是说这个股票的题材 现在是在市场上是非常乐的一个环节 所以呢这个股票 那股价应该已经 2块多没算没算 但是依旧可期 依旧可期 能来是值得大家满足的 那在今天的这个短信当中啊 我实际上有提到这个股票 那关于澳股的部分 应该这是所有的内容吧 那我们现在呢 进行到这个A股当中 对吧 那关于这个蚂蚁上市 主要有什么观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我在开局之前说的嘛 就是其实蚂蚁上市这个问题呢 它现在呢只是说被推取 而不是说完全的取消了 但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观点啊 明显是非常非常的悲欢 那直接就把它贴上了这个死罪 对吧 就直接把它大差大掉了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2188 也就是它的母公司 这个股价呢 也是一路的下行 对 收到了一定的波及 对 对 非常大的波及啊 对 直接呢是从之前300多 一下就跌到现在266 对 所以这个价格 Alan是不是会去抄底呢 可能不会 可能不会抄底 那在也是在今天呢 也在今天的短信当中 我有提到 那中国的电商啊 很多人实际上对阿里的这个股票也好 或者是对这个京东的股票也好 大家总觉得啊 你这个中国的市场耕耘了这么久 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 我认为不是的 我认为不是 那但是呢 如果说单纯要去看电商业务的话 我个人认为啊 拼多多 它的这个潜力啊 可能是要大过阿里集团跟京东的 的确是这样 对 因为拼多多呢 是其实是发展 它是在阿里和京东之后嘛 对 然后它挖掘的呢 也是我们中国啊 对吧 三四线城市的这样一个购买力 对 那其实我现在发现呢 我身边不光是三四线城市 其实一些亲戚朋友也开始用起拼多多 是 所以拼多多现在也已经摆脱了 它之前的一个刻板印象 对 对 那可能未来的发展呢 会比 就是现在遭遇困境的这个阿里巴巴 可能会要好多少 对 那刚刚就提到这个阿里 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说 呃 年龄可能稍微大一点吧 对吧 朋友可能知道 那淘宝起家 那说实话也是 山寨 依靠对吧 那一些比较山寨一点 或者比较初级的一点 产品起家的 嗯 那结果对吧 几年之后 十几年之后 那淘宝对吧 养蓝衣服非常高大上的样子 那拼多多相反成了 对吧 稍微 初级制造一些产品的一个代言 对 但是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讲一个潜力嘛 是的 对吧 我们讲这个潜力 那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关于拼多多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 记得啊 对吧 在今年的这个 政府报告会议当中 我们的客墙总理 是用一个数据 非常的震撼人心啊 那就是中国有6亿人口的 这个月收入啊 是1000人以下的 嗯 那所以这个呢 将会成为拼多多的一个基本 但是啊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投资阿里巴巴的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它走出了国门 目前呢 目前的不光是在中国 其实在东南亚 美国 澳洲啊 还有一些欧美国家都发展的非常的好 对 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在澳洲 我也尝试了 用一下这个淘宝集运 对吧 非常快速的就到了我的家门口 根本不感觉是在从中国买东西 然后送到家的 反而像是就是在澳洲本地购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就非常的快 所以呢 我可能更看重的是阿里巴巴 未来在海外市场的这些发展 但反观拼多多的话呢 它可能目前呢 还是局限于是在国内 对 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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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拼多多我也不可否认啊 在阿冷哥介绍完之后 我突然又有点后悔 没有买拼多多 但是拼多多现在股价呢 其实最近已经连涨了很多天了 也是一起突破了110 对 所以大家要再去配置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下这个价格和点位吧 没错 入场价格比较关键 那我们往下 往下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PPT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小虎啊 那就是未来汽车 理想汽车 对吧 还有小鹏汽车 那这三家公司呢 也都是跑去了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上完成一个上市 那关于这三家汽车呢 他们的一个月度出车量吧 那大家呢是可以从这个表格当中看到的 那是非常的基本上是一个45度角爬升的一个速度 对吧 非常的夸张 是非常的夸张 非常的夸张 那实际上未来汽车对吧 那关于这三家汽车呢 他们的股票能不能会是一个我们比较好的选择 那在我们GoMarket这边呢 我们是有这个未来汽车的 那但是呢 另外两家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市值太小了 市值稍微小一点 对吧 然后再加上报价商这边呢 可能协调啊 存在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我们暂时是只有未来汽车 好吧 那之所以提到这个未来汽车呢 之所以把这个三个三小股放到A股板块 我是想说的是在A股当中啊 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上游中游跟下游啊 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寻找目标的 都是可以寻找目标 其实啊在今天啊我也看到就是我们澳洲的一个离创公司啊 叫Galaxy 它好像呢 是跟中国签订了一个进出口的这个合约的 对之后呢 Galaxy就会一直给中国就提供这个离的这个电动汽车的这样子一个生产的原材料 啊所以说在澳洲的话呢 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新能源的公司大家可以去关注 对这个就是原材料 对啊关于GXY跟PLS对吧本来不想提 对吧 我觉得这离矿股 就站出来再讲一下吧 这两只股票然后我也一直推荐的 那其中PLS我是有的 我是在三毛钱的时候买的 那是非常这两家股票呢 我仍然是非常推荐的 基本上这个感觉是一个 对吧有时候想低调也好 或者有点小小小伺候也好 对吧不是很想拿出来聊 但是今天聊到了就再讲一遍 实际上关于这两家公司啊 都有中资的背景在里面了 那当时中资背景进来之后 也跟这两家公司呢都有签署 所谓的战略协议 战略协议呢就是说是保证每年供货多少吨 对吧 然后连续供10年或者供5年 都是有这种 协议的 那GXY对吧 我今天是看到的一个公告 我是没有去细看 到底是因为就是他有讲什么 但是这两家公司呢 能难事 对吧 如果说我们认为新能源会是大方向 仍然会是在上游端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大家看看啊 今天我们把Alan哥的他的私藏货 都已经聊出来了 是 大家一定要感谢我 好 那最后 最后这个就是关于A股的一点叮住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的监管机构啊 是发出了37条的一个规定 是去监管中国的债市市场的 中国的债券市场 那实际上啊 自从这个疫情 疫情爆发以来吧 那我们看到了海外的资金呢 是扎堆香港跟扎堆内地 对吧 不管是进这个债市也好 还是进这个股市也好 那我们看到资金大队的一个现象 为了防止这个出现过度的泡沫 我们的这些监管机构啊 是一直强调 对吧 一直要为这个市场去降温的 那这一点比较关键 那关于A股呢 再推荐两个等支股票 就是白云机场跟上海机场啊 那上海机场呢 我实际上是之前啊 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 我仍然是非常看好上海机场的 那再有这个 再有一个之所以站起来提上海机场 是因为对吧 然后有一个朋友讲说 悉尼机场啊 对吧 被Jeky拿我上海机场 来做一个参考的 悉尼机场 对吧 最近三个月已经被Jeky喊了三个月了 我的上海机场我要站出来喊一下 因为今天刚刚讲不要低调 对对对 是的 其实Alex哥的推荐都非常不错 但是很可惜的是 我并没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股票账户 所以说感觉是错过了一个亿 那大家如果呢 是在中国也有这个A股交易账户的话呢 不妨就去看 关注一下这两个公司 再重复一遍 一个是上海机场 一个是上海机场 一个是白云机场 对吧 然后另外A股当中的这个化学板块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化学板块自从调整过之后 有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呢 我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啊 是会存在爆发可能的 是哪一部分的化学板块 就是化工原料 化工原料 对 其实我也是怎么用 很多这个农业的基金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美国 第三个版本 对吧 那这张PPP呢 对吧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是之前 拜登老先生 然后来北京的时候 然后去了中国的一家餐馆 那因为我们知道啊 随着上周的中 美国大选 陆陆续续这个结果啊 揭晓之后 那中美关系进入拜登时代了 对对 之前呢就是 有很多报道说呢 其实大家都牺牲拜登 为拜正华嘛 因为呢 那当年是他推举这个中国进入了WHO 对吧 是WTO吗 是他推的吧 我不确定 哦是吗 对我记得是 我是 我也是道听普说 对于政治上我 不是特别的敏感啊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他被称为这个叫拜正华 所以很多呢 中国的网友啊 都觉得很乐观 因为拜 因为这个特朗普啊 终于下台了 那我们进入拜登的这个时代 我们会不会 中美关系 就会有一些谎和了呢 我认为不会 嗯 我认为不会 那实际上就是在之前呢 多多少少 实际上也有提到这个问题了 那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本质啊 我认为非常根本的一个原因 不佳的原因呢 原因很简单 原因之前是你中国 对吧 负责一些比较低端的一些制造 对吧 然后送到美国 然后换取外汇收入 然后美国呢支付你美元 一切都很美好 没错 你中国拿到到手的美元了 对吧 然后你再投资到美国的国债市场 然后供美国人民美国政府 来进行一个一个一个怎么说 一个挥霍吧 对吧 那但是现在很明显原因很简单 那经过了二十年 对吧 经过了二十多年 中国的一个产业升级 中国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进行一个低端制造 那中国现在陆陆续续完成一个产业升级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中国现在开始做手机的 对吧 中国开始现在做飞机 对 中国现在开始做一些比较核心一点的这个部件 利润比较高 那原因很简单 如果说去问父母辈的这些企业家 你们满足于八亿中国衬衫 来换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的话 你如果是满足的话 对吧 那中美关系有可能会继续非常的甜蜜下去 但是很明显 当父母那一代人老去之后 对吧 我们这一代八零后 九零后 包括七零后 甚至六零后 走上前台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更高尝 更高难度的一个尝试的时候 中美关系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冲突显现出来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是无关是谁上台的 这个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境 就像当时就是美国和日本签订了这个广场协议 等等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他们优势啊 就是一直是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这次中美关系的这个矛盾的这个爆发呢 其实我们也不要特别的意外啊 或者说是责怪某些人对吧 其实这并不是大家都想要的 而是这个只要这个历史的这个滚滚的红尘啊 往前推动这个历史的智轮 这是一个必然性的 对 因为之前有朋友啊讲说对吧 是因为你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 是因为你中国对吧 现在野心膨胀 对 这个方向 这个不是吧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 好 那我们往下走 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呢 简单的过一下 对吧 因为2016年的时候啊 我们很多 对吧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一个说法 就是在义乌小山 义乌小商品城 收到的 关于这个特朗普的一些帽子啊 或者一些服饰 或者一些竞选标语的一些 一些器件吧 嗯 它的订单是远远超过希拉里的 所以当时啊对吧 很多人都讲过 实际上存在一个义乌指标嘛 那但是关于2020年的美国大选 那我们看到的是 以特斯拉为首的这个新能源 对吧 是走在前边的 那相反的 以这个传统能源为代表的 这公司的股价 是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起色的 当然了疫情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外一个呢 实际上这个资本呢 早就已经做出了一个投票了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是比较传统的 因为它的铁票舱是一些 传统的蓝领嘛 对 传统的蓝领 那但是拜 对但是拜登呢 可能说更倾向于这个 对于这些传统的行业 进行一个改造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 那这一页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刚才Alan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板块 也就是有一些是在纳斯达克里面上市的嘛 那其实在开场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纳斯达克最近的表现呢 其实是远远的差于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还有这个标普500的 主要呢 还是认为呢 是现在是一个板块的轮动嘛 之前的科技股呢 可能估值太高了 那现在呢 受到这个疫情的推动呢 很多机构呢 都会选择去获利了些 然后呢 把资金投入一些 就是PE相对更低的 摄影率更低的 然后呢 可能未来 长期来说 会发展比较好的一些价值公司 就导致我们这个纳斯达克 暂时也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个位置啊 很有可能呢 再次回到这个10600点的这个位置啊 只要不错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纳斯达克 依然只是一个小回调 而不是说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是10600左右 对差不多 对这中间的1000点呢 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 一个选择方向的这个过程 如果大家呢 想要把握更大一些的话呢 那就暂时先等一等 看看这个纳斯到底会怎么走 那个插这下面这个颈线 到底能不能破 好 对那我这边又做了一个PPT啊 我是说是为了信仰 我买了特斯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直看着特斯拉在涨 永远没机会上车了 对吧 看着它就是开股之后呢 就也是一路的猛涨啊 好不容易跌到400块啊 让我有了这么一个可乘之机啊 没什么犹豫的 就直接就换进去了 这主要呢 还是很难说去从基本面去分析啊 或者说从理性的角度去判算特斯拉这个估值啊 作为一个信仰者 我们不需要这些 开个玩笑 特斯拉股票实际上400块 对吧 它的上下幅度能够是比较高的 对 那如果考虑到这个心脏 考虑到这个睡眠问题 那可能未来要比它稍微好一点 对未来基本上就是一个稳步上涨的一个态势 对 但是特斯拉呢 就是大家其实买这个公司呢 就是买它的CEO嘛 就是马斯克的这个idea 包括买特斯拉的这个我最喜欢的它的一个功能呢 叫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 我们希望呢 在未来能够看到有更多更多的特斯拉在我们澳洲的街上在开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更多的人给这个autopilot提供大数据 给它分析 给它进化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以后就可以不用开车 让特斯拉自己把我开到公司 然后自己停好就行了 作为一个这个开车男啊 就是 开车男 开车男就是因为 所谓李总 过过假走谦虚的 对吧 那我呢其实是非常讨厌倒车的 这停车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啊 包括这个什么接天停车是永远停不进去 我只会停的直进直出的啊 所以非常需要autopilot的这种功能的辅助啊 所以我就为此呢也是给我的小小的梦想 添砖加瓦 卖了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公司啊 对那我们今天的PPV内容呢 差不多就到此为止啊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答应时间 那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欢迎把这个问题啊 打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 然后我和Ellen呢 会为大家用接下来的几分钟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是 实际上说到这里 就是再添加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比特币啊 我非常看好比特币啊 然后今天在这里对吧 因为用这个结尾的时候 我再强调一个观点 嗯 比特币我能来是非常看好啊 对吧 因为之前的高点大概是在一个2万块钱左右 现在价格它已经突破1万5万 对吧 涨得非常快 突破2万只日可待了 那是跟黄金 那是跟黄金 差不多吗 是存在差不多的可能性 那你觉得黄金和比特币哪个更好呢 那对绝大多数的投资来说 黄金更靠谱一点 其实啊我觉得啊 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投资人啊 就是去体会一把炒币的快感 也不是不可以啊 不可以 炒币风险太大了 直买比特币 炒币 对啊 其实比特币也是币的一种嘛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风险啊 是 这个虚拟货币 它的一个波动啊 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对 而且之前呢 我们提到这个火币啊 也是有这个 退市的这个风险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求稳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黄金好像更好一些 黄金更好一些 那我们那个会有观众陆陆续续的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在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网课吧 明天的网课 对 那为我们带来这个呃 11月的第二次的对吧 第二期的这个这个这个网课 那上周啊 上周啊是第一期 那本周呢是第二期 下周呢将会有一个第三期的内容 那如果错过了上周内容的话呢 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索要一下视频内容的回报 那明天晚上8点对吧 那大家呢是可以继续关注我们 然后前来参加报应的 嗯然后我们也建议大家呢 其实最好是有个交易账户 不管是模拟的还是真实的都可以 因为呢其实我这边接到的反馈呢 是其实顾比先生说的这个内容啊 是比较深一些的啊 就是如果大家没有交易经验的话呢 恐怕是比较难以去消化 对 对 直观一点如果有一个账户的话 对 是的 因为这个老先生确实是以这个技术分析建成的 嗯是的 那我这边收集到的问题啊 有这个请问澳洲疫苗的普及和注射 会通过哪些渠道展开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投资机会呢 其实我这边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美国那边辉瑞的这个疫苗出来的话呢 那对中国和澳洲这些正在研究疫苗或者说将来要生产疫苗的这些公司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不利的影响啊 就是美国的铁杆粉丝呀 不是铁杆小伙伴呀 嗯 那如果美国的辉瑞药业有一个突破进展啊 对吧 那我们澳大利亚我们应该会成为第一批接到美国援助的小伙伴 嗯是的 那我们也有那个英国牛津的奥斯坦的那个疫苗 我们两人都这样 我们原来澳洲是这样子的过程 但是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疫苗还没有出来 所以CSL存在被资金炒作的这个这个一个故事吧 对吧 相反呢 如果我个人那个观点是如果疫苗真正出来了 相反的会对CSL的一个架架可能会形成以为 嗯是这样啊 嗯但是我可能是相反一些啊 我是一直很看长CSL的 我也很推荐 嗯我的客户去买这家公司 因为从长远来看呢 作为一个雪浆制品的这个龙头企业 它的一个龙头的地位呢 并不会被撼动 那疫苗的话呢 只是它的一个业务的一部分 啊它其实呢 是前身呢 是这个联邦的这个血清实验室 对 对 因为澳洲这边有很多毒蛇蜘蛛啊什么 所以说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些解药来的啊 所以也是呢 之前也是有跟啊 疫苗有渊源嘛 然后这次Oxford的这个疫苗的话呢 你们今天疫苗也会在CSL生产啊 这个是板上冰冰的事情了 是 对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大批量呢 准备开始生产 然后呢制作的话 我觉得CSL未来呢 依然是有啊 一波 不管是炒作也好啊 我觉得是会有 继续流入的 我不认为这样 对 反正呢这个就是 三百亿对 三百亿就 不认为吧 公司是好 公司没问题 股价买入就看多少钱了 对对 我不认为三百块钱以上的CSL会记得好 我给 我跟客户 没关系 反正我们呢 大家看一下短信啊 短信就知道了 我是说290 哈哈哈 如果非要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又说回来了 哈哈哈 对吧 又要把之前推薦的股票全部抛一下 哈哈哈 好好好 我们再看看下面 嗯 这有客户想问一下这个科技股啊 像是ZERO和APX会选哪一个 APX我现在在等 嗯 APX我现在在等一下 嗯 那ZERO呢 就是那个快捷软件 ZERO我可能不会选择回落 嗯 但是APX呢 我现在在等一个 比较适的一个路上价格 其实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价格 就是APX它的价格呢 是比较低了 现在啊 因为回落的也比较多 多少钱较低 哈哈哈 他现在33嘛 还是贵啊 对还是比较贵 因为我之前呢 有做过APX这家公司 它的日波动啊 差不多那天出财报 预播动20%啊 把我搞出了个心理阴影啊 所以最后 他之前最低是30左右吧 对吧 到了一个次30左右 对他之前 然后又跳上去 他去年出财报的时候 我是有这家公司的 是 然后他出了财报之后呢 蒙上10%啊 然后我跟Jacky两个人呢 出去那个 出去办奖座了 然后回到公司一看啊 跌了10%啊 那天就直接蒙掉了 所以说一招背蛇咬 10年怕定神 我就没有再买过APX这家公司啊 是 对那除了这家公司呢 我觉得像是这个Wax啊 我还会更加喜欢 我们之前做的那个WiseTech 还有这个ZERO这两家公司 当然这两家公司 WTC啊 WTC和XRO这两家公司 是深得我的青睐啊 是 但是现在价格都很高啊 就像Alan说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是配置的话呢 就是尽量选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对 让自己的这个安全边际呢 对 稍微宽一些 想讲未来汽车现在还值得入场吗 未来汽车我个人也是在等 然后再等一个上车的机会 我认为有机会有机会破一下40吧 对吧 如果破一下40之后 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35左右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什么 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啊 AR和TWE的看法是什么 两位 我之前直播和网课的说法都非常明确 我是不会买这种贸易公司 特别是中澳关系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去买贸易公司很容易伸手就接个飞刀 是 但是我不想两只手都是雪嘛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分着接 这只手接一点 可以啊 这只手标一标雪 对 还有位朋友说 可以在咱们GoMarkets买比特币吗 可以了 是可以买的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 之前Alan说私藏的两只股票是哪一只 没有听清楚 大家联系我 不说了 好话不说第二遍 没有了 一个是GXY 一个是PLS 李矿 还有一个公司 这是5GN和ORE两位的看法怎么样 5GN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5GN的话那大家可以等一下它的一个入场价格 我认为这家公司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之前也看过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报道啊 或者是它的一个报告 我认为公司是不错的 就看这个入场价格到底是多少 但是遗憾的是 这家公司在我们GoMarkets那边是没有的 那之所以为了讲这么多 还要讲这么多 也是怎么说 广交天下银行啊 还是希望大家对吧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边没有的 那也是没问题的 您这边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开一个户 我们这边仍然是有很多股票的信息可以分享给您的 好 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快问快答吧 APX可以投吗 刚才讲过了 讲过了 可以的 还有他说这个是LYC 应该是他没有听清楚我们 LYC 是一个锡股 锡股股股 还有就是可以买ART之类的ETF ARK 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一天 我们就一个黄金的一天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ARK 我也关注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ARK 他主要最 Catherine Wood 他出名就是因为他投了特斯拉 所以可以直接买特斯拉 为什么要买一天 然后这样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想参加我们明天讲座 所有GoToWebner的朋友可以在你的留言区回复1 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就会把你包含在里面 那所有同城的朋友请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那所有小额通的朋友们请扫描我们评论区的我们小助手发上来的二维码 跟我们小助手说一下顾比讲座 这样他会把明天的注册链接发给您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做一个结尾了 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 那是吧 在今天11月11号 这个非常隆重的日子里 希望Joy跟我Ellen 然后我们两个带来的内容可以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观点跟角度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